12月19日由金星关栋天连妹出演的中年情感话剧《尴尬》 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了盛大的发布会 据悉该剧自6月首演以来已连创票房神话 此次的三场一蓝美之夜《尴尬特别长》演出 也将成为这部话剧的最后绝唱 现场金星还自曝 《尴尬》在武汉的演出甚至还引来了黄牛 我们俩走到哪反正把黄牛全给带动起来了 到武汉演出武汉五六年都没出现过黄牛什么样子 我们尴尬一去了以后黄牛出来了 然后武汉突然就说 这个剧场从来没出现过黄牛的现象 就要是你们尴尬以来出现黄牛了 我说那挺好 你们去关注一下武汉的演出公司老总的微博 他说他做演出公司老总以来 就是身经百战赔钱百万 唯一赚钱的戏就是尴尬 自担任武林大会的评委后 金星的毒舌早已众所周知 也因此成为该节目的另一大亮点 武林大会结束后 金星却有意淡出评委席 一心专注于舞台演出 采访中金星就透露 自己做事并非看酬劳 一切只是从心出发 我也没推掉 我也没接受 我觉得我做事情到任何现在来 包括昨天晚上达人秀也哭着 喊让我进入达人秀 我都我凭着我的心情来 跟这个节目没什么关系 跟你付我多少劳费没什么关系 看金大班有没有那个心情去做 第二季中国达人秀完美收官后 少了名嘴周立波的第三季达人秀 在目前统计看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呼声跟反响 因此尽管节目组一再邀请毒蛇精心加入评委席 但金老师的态度似乎并不看好该节目 更毫不避讳地表示根本没达人 我不会的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就是我不感兴趣 我没心情 不是说没心情吗 我不感兴趣 而且没什么达人 对吧 也没什么达人可说的 没什么达人 不感兴趣 谢谢大家